欢迎收看不止游戏第七十一期 我是乔一 上期我们讲了手枪和杠杆步枪的背景故事 这次我们继续来讲剩下的栓动步枪 栓动步枪 在游戏中我们能见到不少栓动步枪 最典型的就是春田步枪了 说到春田 很多人包括我最早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都以为是日本的 其实春田 只是斯芬林菲尔德兵工厂的意义 人家是美国更正苗红的国营企业 由华盛顿的泡兵长亨利·洛克斯建里 在1968年关闭之前 一直是美国重要的清兵器研究制造中心 在美国建国后 很长一段时间内使用的枪械 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 在走向战场 如果你翻款美国的历史会发现 从美国建国一直到二战结束 都会有春田的名字 跟随美国南征北战近一百七十年 由于中的春田步枪 为M1873活门步枪 美国陆军第一个标准后膛步枪 之所以叫它活门步枪 是因为它装填的时候需要打开后膛盖 而这个后膛盖就跟个活门板一样 由于该枪一次只能装一发子弹 这种恶果 导致1876年小巨角三战役中 卡斯特的第七骑兵团 就因为拿着该枪 活力明显处于下风 支持全军覆没 而活门步枪 在当时的称号就是子弹磁体 具体意思嘛 就是开完枪后 抖大一团烟雾 弹空而起 让开枪者成为战场上最亮的仔 如石铁一般吸引敌军的火力 在1898年 美国与西班牙爆发战争 美军在战场上 发现这种打一发 上一发煤弹枪的春田M1873 与西班牙手里的毛手 M1893比起来 跟烧火棍一样 当时还是猛骑兵首领的 西奥多罗斯福就表示 这把枪是过时的 战狼中也没用的 他知道要不要给手下的军官 买了温测石头M1895 之所以美军还在用这把破枪 主要归咎于当时的美国美军军械部 他们控制了当时美军手里的家伙 美国人称他们是竭尽所能的 让士兵打着脑掉牙和过时的玩意儿 然后将士兵们中小失败或死亡 直到1901年 西奥多罗斯福正式成为总统后 才竭力改变了这一状况 当然 美西战争最后营了下来 并不是靠这把表现糟糕的 春天M1873 而是另外一把步枪 这把枪在游戏中的名字很含蓄 就叫酸动步枪 当时春天搞出了M1873 美军就发现这枪步行 但春天又没有做出好的步枪 那咋子 无奈在19世纪90年代初 美国开始在国际市场上 寻找新的步枪 在53种争夺招败的步枪中 最后选中了罗威的 克拉格约根森步枪 有两位罗威设计师联名设计 美国人拿了这把枪的生产权后 便交给了春天兵工厂进行生产 改装成了可以使用美国的点30弹药 并改名为春天M1892-99 这枪最典型的特征是上弹机制 弹枪在枪的右边 装弹时需要从右侧弹枪装弹 有点在于在打仗的时候 就算手抖心慌 抓一把子弹往后至力一塞 就可以装弹 这也是刚才说的 美西战争中 打一发上一发的春天M1873 实在太糟糕了 幸好还有这枪五发的弹荣 才能勉强和西班牙抗衡 最后赢得胜利 不过这枪美军也只用了12年 毕竟当时只是为了应急 才采用的枪系 直到春天M1903出来后 就给取代了 虽然美军只是短暂用者 但对于罗威而言 成为了他们抵抗纳粹侵略的自私武器 二战德国占领挪威后 便强迫罗威生产了这把枪装备德军 那些罗威工人 故意暗中破坏和拖延 使得给德军的13450把步枪 最后只给了3000多把 而且质量还差得不行 克拉格约更生步枪 在罗威生产了近60年 再后在民间倒是挺受欢迎 现在还有很多猎人 拿到他穿梭于森林中 进行寿礼 最后 我简单给大家提一下 最经典的春天M1903 美西战争后 由于之前春天步枪的糟糕表现 让美国人坚定要做出真正意义上步枪的想法 于是漫长的春天新式步枪研制便开始了 开始什么呢 开始思考上次打仗 被毛色步枪暴打的事 于是1903年 美国人直接删杂了毛色公司的步枪 搞出了春天M1903 当然毛色公司反手就把春天告上了法庭 最后毛色公司胜诉了 春天无奈支付了部分版权费 不过嘛 一战德国战板后 对于春天兵工厂来说 什么专利费 不是很清楚这回事了 雷远顿滚动必锁步枪 在游戏中 玩家可以接触到一把狙狙枪 滚动必锁是步枪 这把枪外露的长枪管 以一细细的瞄准镜 给王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67年 第四季世博会 在法国巴黎开展 美国雷迷顿公司 带去了一把他们最新的后装步枪 虽然这种步枪并没被美金所装备 但被罪点几多威联合王国 等十几个国家看上 购买了大批滚动必锁式步枪 同时这把枪因为新能出售 也被很多国家仿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把枪在不断的改进 甚至在1912年 还改出了榴弹发射器的型号 虽然产于18世纪70年代 该枪必说在当时也算很牢靠的 能够承受很高的弹压 甚至能经受无烟火药弹的压力 这也使得该枪射成远 威力大 从而当时做居于枪的好苗子 无论是打高价值目标 还是动武 都出色的表现 夏普斯步枪 夏普斯步枪的初始型 在1848年 由克里斯蒂安夏普斯获得专利 1874年 夏普斯去世 同年重组的夏普斯公司 推出了1874型步枪 夏普斯步枪拥有巨大的口径 因此得了个绰号 大武师 枪管又重又长 这使该枪在远距离中 具有巨大的杀伤性 而射程甚至比同时系的一些火炮 射程还远 同时这枪 还有个名字 叫布法罗步枪 布法罗就是水牛的意思 在前几期 我给大家讲西境运动大背景的时候 就是那些 叠杀水牛的猎人 所用的步枪 这把枪 和雷美顿滚动 比如说是步枪 成为了西部引用猎人的终极大杀器 1874年 一个名为比利 狄克森的狙一手 在1538码的距离上 射中了一名 骑在马上的印第安人 直接击垮了 包围他们印第安人的士气 使得布法罗美国人 认为神枪手这个词 就是带着用夏浦斯的枪手 仔细观察会发现 有一些夏浦斯步枪 采用的是双扳机结构 对于单管的步枪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设计 原因在于 夏浦斯步枪 使用的是设定式双扳机结构 每次设计前 需要扣一下后面的扳机 调节扳机力度 然后用前一个扳机激发 这种设计 使得大口径夏浦斯步枪的设计 更加精准 卡尔卡洛M1891 1888年 无烟火热弹的大规模使用 欧洲列强们 纷纷开始研制出 自己新式的步枪 意大利当然也不甘落后 1891年 他们也推出了自己的步枪 卡尔卡洛联为1891 这枪比较典型的特征 就是折叠试吃的 卡尔卡洛步枪 早期使用的是 6.552的步枪弹 弹上中可以装6发的弹药 这把步枪跟随意大利军队 打完了一战 和埃塞尔比亚战争 但是由于长期表现不佳 到了1938年 意大利便将口径改成了7.35 新的步枪也变明明为M9138 但由于兵工厂 无法在大战来临之际 生产出足够的M9138 只要将口径重新改获了6.5毫米 虽然这把枪 在战争中的表现并不出彩 但以另外一种方式成了名 1963年11月22日 美国第35人总统约翰肯尼迪 就是被使用该枪的指口刺杀 虎鼠步枪 16世纪80年的后期 温测斯特要求伯朗林 设计一款替代M1873的武器 伯朗林便在M1873的基础上 将M1873的功能方式 改为蹦动式推达杆 这把枪 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 蹦动式的步枪之一 由于设计之初 是想做成运动步枪 所以口径很小 只有点二二的口径 由于有人没事就拿这种小口径步枪 打到小动物 可以让皮马保持的校围完整 所以也叫它独鼠步枪 感谢收看本期的步子游戏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击关注 我是乔宜 我们下期再见